有刚刚按右键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你就按右键 对 差一个步骤就差非常多 按右键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run s run s run什么 configuration 这边然后这边点击它之后的话 这个arguments 这边它就会跳出来了 其实本来只有这样子 没有本来这样子 你就要自己打一下 那个 IP 位置 然后冒号 你哪个pole 不过这个pole的话 当然预设是80 不过如果你要在另外一个pole run 你就是在在改 只是说你要确认 那个pole不会跟 别的应用程式冲突到 否则的话你也没办法用 或者防火墙也没开 那也没办法用 OK 所以一般预设是80 常见的错误就是说 因为Windows本身会有IIS 那IIS有时候预设就已经是安装了 而且已经80占用了 所以有些之前我们练习的时候常常遇到 就是它站了 结果你怎么run都不行 怎么run都连不进去 主要原因 那你可能就要把IIS给停掉 这样子OK 之前有遇过类似的状况 然后再来应该没什么太复杂的 就run它 然后它可能会跳防火墙吧 运不运许 那如果你就把它运许一下 所以如果你等下要try的话 你也可以拿我这边来try 你就是直接 连到我们的刚刚这个位置 你就把它改一下 其实就改这个吧 不过后面可能还是要hello2 hello2 然后这一个 所以你们待会如果要测试我的 我只要没有关掉的话 那应该就会不断的在run OK enter一下看一下 成功了 所以如果你们待会要试的话 可以直接输入这个 15 12 19 OK 然后 除非说我要把它停掉的话 这边有个terminal terminal 就是你可以把它停掉一下 停止的话 那这个server就不run了 OK 应该没问题吧 试一下 我觉得那个蛮轻巧的 OK 来切一下 看 不能反问我的 那应该就是那个防火墙 就是我们那个防火墙要关掉 要那个administrator的这个密码 可是我这边没有 所以我没有把防火墙打开 拟了也不行 hello3的部分 hello3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云端白板这边有一个二之二的部分 那这边主要就是说 如果我不只那么单纯 只是传递一些参数之外 我还要再 把那个网页做的更漂亮一些 因为你传过来之后 如果你的网页 假设说是一个比较复杂 里面结构比较多资料的话 那当然你如果用刚刚的方法 一样可以做了 只是说你要把那个html 用那个html丢出去的话 那你要丢非常多东西 对没有 那投http 然后body 然后里面要放一堆东西 其实也不是不行 只是说相对 可能如果你要做复杂的网 或者是说你那个网站里面 很多都有套用一些 templates的话 就是都样板 反正长的大部分都一样 只有某部分不一样的话 那刚刚那个方法 可能就不是那么恰当 所以在Jungle里面 它有所谓的样板 OK 所以在2-2里面的第一个 Halo 3就是加样板 Halo 4的话就加上什么 加上图 因为一个网页里面没有图 或者没有影片 感觉好像就少了什么东西 现在如果单单只有文字的话 那实在太阳春了 所以可能要加一点图 或者是说让它长得漂亮一点 可能要加一些CSS 有没有 你可能每一个网站 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样式 那你这个样式你要套用 怎么把CSS都加进来 这里面的话 可能你就要做一些事情 第一个 OK 那Halo 3我先Demo给大家看 做出来就类似长这样子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什么欢迎光临 然后也是一样 不过这个地方 其实只有 哪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传参数 这个时间也是传参数 那背后这个是一个网页 它本身的话 我是透过一个 这个样板去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样板本身的程式码 就是里面也很简单 反正就是加一个标题跟 显示出来 不过里面这两个东西是动态丢过来的 也就是说我需要 怎么去做一个样板 那样板部分的话 大概第一个 你可能要加一个网页 也就是这个网页里面的话 它其实 大部分 东西都是固定 那有些不固定的部分 比如说我如果要丢一个名称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个网页里面 就是再丢一个参数 参数名称 特别是外面一定要用个两个大瓜 OK 特别是这个样板的规则 就规则里面 如果是丢一个参数过来的话 那一定是外面两个大瓜 我把它包起来 再加上时间 或者是可以做出更复杂一点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的话那个步骤 跟刚刚做法其实也是雷同的 那不过第一个你可能要需要注意 第一个我们还是从view开始 那view里面的话 第一个我们一样就是加一个 什么的 say hello 本来say hello 1 很简单 say hello 2 稍微复杂一点 这样一个名称 say hello 3 的话为了说让它变得稍微更复杂一些些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后面 加的那个参数 这个跟say hello 2 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特别注意 我这边有加了可能两个地方 特别要注意 第一个 我要先抓到现在的时间 如果我要抓现在的时间 这个是python里面的 用python里面的module 这个module的话 就是在datetide里面的 package 套件里面 会有input一个datetide的module 这个module里面有个function就是now 这个now的话 实际上就抓到我们现在的时间 那时间当然包含就是 日期今天几月几号 加上几点几分几秒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秀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now丢给 现在的时间丢给一个变数now OK 他去帮我促成起来 那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 一样要丢 但是上面的部分 跟下面的部分有哪些部分不一样 你会发现 如果我直接丢讯息的话 就是用http response 这个比较像那个 那个以前python里面print 我print出去 反正就画面上就会看到我print的结果 那这个东西的话 有点像print到网页上面 print 其实那也是有点类似print 只是print到那个网页的浏览器里面 只是浏览器背后的这个原始码 所以如果你也要加一些标签 这边都OK 但是下面这个方法 一样return 可是我是return给他一个什么render 不过render本身就有了 预设一个什么什么jungle里面 那边有个short card的一个render 它有点像连结 short card就是超连接近 那也有点像连结 也就是我今天我把这个东西转向到哪里呢 这你特别注意 写的方法 反应比较单纯 就是直接反应一个 这边的话必须第一个 先render一个什么 一个request 意思就是说我丢 至少要丢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说 我有一些相关的参数 透过request 顺便丢给你 所以request里面 应该是会包含什么 包含那个username跟那个now 这两个东西 来传变数给他 第二的话呢 传到哪个样板 样板的部分的话 这比较特殊 我要一个hello3.htm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目前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必须要额外把它产生 然后将来的话 这个hello3里面必须有两个 就是那个大瓜壶 大瓜壶两个包在就是两个变数 然后去接什么 接他丢过来的这两个变数 local意思是说他位置在哪里 位置就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我们web里面 反正简单讲就local 直接就local就可以了 就是指的是我们现在相对的位置里面 他就知道说这个位置在这里 所以第一个特别注意 那个views 第一个要这样做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一样 UIL 所以第二部UILS 所以切到UILS 那一样 我们就跟刚刚 所以其实 跟刚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好像只有改个3吧 OK 所以2变3 这样子 应该没问题啦 只是说变比较多是这个 这个要转给他这三个东西 renders OK 然后他就传过去嘛 那再来的话呢 我需要把这个HTML变出来 那怎么变出来 首先第一个 特别注意 请你在你的src上方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folders 这个folders的话呢 就是我要额外多增加一个什么 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名称 我刚刚已经见了 叫 名称就是templates 顾名的事业嘛 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我就全部都放所谓的 我将来要做的什么 我的那个网页的范本 通通放这里 好 再来的话呢 请你在templates里面 在new什么 new一个file 那file的名称的话呢 就是叫hello3.html 特别说 现在非常小心 说一个字都不行 你就new一个file 名称的话就是叫hello3.html 特别是有同学之前常常遇到说 他明明是html 结果他就是hello3.html 名称没有match 所以特别是一定要非常小心 就是这个地方取名叫hello3.html OK 再来的话呢 不过他预设是直接开他那部浏览器 所以我如果点他两下他会开 我就用什么open with 我把他改用那个test editor 然后呢你里面的话就写一串什么 写一个网页 其实也就是标准网页 应该大家基本应该都会吧 一定是html开头 html结尾 body开头body结尾 然后呢里面的话呢 我用h1就是标题1 里面的话呢我的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我刚刚是还没改 不过这个字颜色等下再改好了 如果假设这样我们字颜色先不要改 其实foam的颜色 然后呢我就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把这个底下第2个就是h 看要不要加个标题2 然后再把now带过来 这样的话呢他一进来之后的话 他就会把刚刚那个request丢过来 两个变数嘛 有一个罗伯2坑嘛 有没有一个是username 你的username放这里 然后now就放这里 最后显示出来呢 就会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了 就看到涨量了 这里吗 OK 所以多一个hello3 记得hello3的位置 请特别注意 一定是src的下方 等于是跟myapp同一阶 你这边templates 里面有一个hello3 最容易错的就是这里 路线不要做错 不过这真的很容易做错 我发现看起来真的没什么 但是呢 错误率非常非常非常高 大概每次上课的时候 都是一半以上同学都做错 为什么 就是路径的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 非常 非常 非常的小心 OK 你如果很小心一下就正确了 如果只要一个地方做错 他就连续说我反应了 他就连续说我反应了 最后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templates这个资料夹是我自己手动加的 那我现在的jungle他不知道我已经加了 所以我要告诉他 那我要怎么告诉他很简单 在哪里呢 settings 有没有 你要告诉他说我建了一个templates 那所以你在settings里面 刚刚我们不是有做一个什么 编号 这个加一个编号 这个 请你在28行往下卷动 我们好像在40行有加这个 OK 以后如果说你有做什么样的增加的话 请你 找到55行 我这边是55行 有要templates的区块 这个地方的话请你要告诉他说 我已经加了就这一行 我在58行我加了 加了一个dir 这个就是一个目录 目录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 OSPASS 我这个OSE OS 这个这个module里面有一个join join意思说把两个字串串在一起 那哪个字串呢 就是目前BASSDIR 就目前我的网站的 这的路径 再帮我串一个什么templates 串完之后就会产生这个 但是特别重要 这个路径 这一串我之前也是给各位同学自己打 结果打错率也非常非常高 所以 如果你 待会 怕做错的话 我是建议 因为我后来发现 如果要你们自己重打的话 一定会错 所以干脆怎么样 直接请你用复字贴好了 好不好 OK 因为之前我是没有给这一行 结果发现 打错率 极高 OK 每次都是这一行 因为如果他不知道你有个template 他就跳出说 他fire not found 或者fire not exists 这样子 就是如果等一下出现fire not exists 请各位检查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出错 OK 这样的话 基本上run 应该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也就是你hello3 输入一个名字 然后应该会看到什么 看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的username 一个是now现在的日期时间出现 OK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所以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templates是jungle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有一些细节 想要没有掌握到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我有把刚刚比较重要的部分 有拍照下来了 而且有一些关键的那个程式 也有把它贴到上面 所以你只要注意就是 至少你要会复制吧 至少你要贴 还贴对地方 也不要贴还贴错地方 那最后一定会跑不出来 那各位想 这个虽然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你只要出一个小小小小的地方 那 他就乱不出来了 OK 所以记得这个要非常小心